那当然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因为就是跑得行 像我不久前就遇到一个状况 蛮特别就是 我在扫我们大安区的安东市场 就那个摊商跟我讲 他们门坏了好几天 对他们生意影响很大 因为很多人以为没开就走了 然后他一问了以后 然后我们立刻就是 因为我现在跟王欣怡 议员跟杨子斗议员 我们有地方有一个联合服务 那立刻透过这个 两个议员办公室跟市政府反应 当天下午他就来把门修好 那真的是很立即的协助 对然后后来第二次 我再去安东市场 那些摊商对我就很热情 他说谢谢你这个解决我们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对很迫切的问题 所以有议员相挺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次呢除了杨子斗 这个不用说 你的子弟兵他一定是立挺你的 但让大家比较觉得意外的是说 资深的议员王欣怡 他其实也有选立委的实力 但他这次选择立挺你 你们两个是怎么结缘的 然后这个故事又是什么 其实一开始我决定到大安区选 因为我是大安文山议员 所以对地方的议员们的状况 是比较了解 我坦白讲 我那时候评估会出来选的 不是佩军 我评估的是王欣怡 为什么因为一来王欣怡在那个地方 他是第五届的议员 所以他也很资深 二来他现在上次开的票 也比在大安区也比佩军要高 所以理论上我觉得好像应该我的对手 会是王欣怡 那我一到决定到大安区选 是所有议员都拜访过 其实包括佩军我都有拜访过 那拜访的过程当中 其实欣怡他也很坦白地告诉我 说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下决定 他要不要参选 因为地方很多的一些民众 对他参选有期待 那当然我就不厌其烦 我拜访了他五次 后来他就是有点被我 他说你真的还是蛮儒的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后来想一想 就我很诚意地拜访 那我把我的整个的 关于大安文山 大安区的这个想法 然后跟他说了以后 他就想说 他后来一个念头 他觉得这念头想了以后 他决定要支持我 他说既然你在桃园 可以成全张善政 那为什么我王欣怡 在大安部可以成全罗志强 果然是我们欣怡姐会讲的话 对对对对 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王欣怡是一个很好的姐姐 然后呢他为人非常热心 然后呢他的热心不是那种说 他你需要他 他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他才跟你讲一套 他真的是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会主动帮你处理很多事情的人 没错 后来当他就是 担任我的竞选总干事 因为坦白讲这段时间 真的对我帮助非常的大 因为欣怡第一个他其实 大家知道就是刚刚那个巧心说的 欣怡他是一个服务非常认真扎实的 所以他跟那个地方的里长的感情也很深厚 对 那他也会 因为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所以他会帮我去注意很多的一些细节 小细节 那比方说我们之前就有 其实已经合作了很多的一些服务案了 那之前像我们在选区有一个礼叫礼笑礼 然后他们那边可能预定要盖公宅 现在都还归汉都还没出来 那我去拜访里长的时候 里长就说他希望说将来可以有预留一个礼民活动的场所 那后来我就是跟王欣怡还有高津树美 因为高津树美我现在在那边也担任选服主任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那边联合会刊 那那个就是行政院那边 国产署那边也给蛮正面的回复 所以会在提规划案的时候 会把这个礼民活动场所来去纳入考量 所以你这个发现就是有点垂直的服务 连线服务从中央然后到那个地方都可以连线服务 所以心仪的助政 加上还有包括杨子斗的助政 当然对我来说在丹安的陆军的部分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后盾 那像你现在在选丹安区立委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什么阻碍吗 或者是说比较不为人知的一些 就是你要这个度过的一面 就比较难的部分是哪 坦白讲刚开始确实有一些阻碍的 就是说最主要阻碍就是因为 我有一段时间去桃园选市长 对 所以将近半年的时间 其实大家在丹安比较没有看到我 比较没有看到我 那这个也形成了一些杂音 就是说这半年都没有看到我 像我还记得有一个地方的一个头人 那对我就有诸多的抱怨 就是说丹安他这半年多都没有看到我 地方上的 对 那后来我去拜访他 我还也有趣 就拜访他 然后跟他泡茶聊天 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他就不断地不断地对我很多的恐懒 然后大概就是听他基本上指导了大概三个小时 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头人他说了一句 他说我跟你讲 你这个人没什么优点 但你有一个优点 就是你EQ还蛮好 他说我念了你三个小时 你竟然完全没有生气 而且完全非常nice 跟他就是来请教 所以后来他就对我就非常非常的友善 其实地方上面的生态就是 像里长啊林长他们人都很好啊 对对对对 那基本上就是也很好讲话 然后可能做人很厚道 那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就算一开始是大家有些误会什么的 能够去跟他们多聊聊多了解之后 其实久了之后大家真的是日久深情就会变成很好的朋友 没错 那但刚刚强哥你有讲到说你没有想过说你本来会遇到的这个事 钟佩君跟你一起选 你本来以为是这个欣怡姐嘛 王欣怡可能会跟你选 那碰到钟佩君你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跟你原本预期所想到的 当然因为我刚开始想就是很从陆战的角度思考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空战比较强嘛 所以我一开始思考就是 我可能会遇到对手会是陆战型的 所以你看欣怡他就是很陆战型的一个 我们讲的是议员嘛 所以我那时候倒是没有想过说 后来是空战型的议员来挑战 那但是坦白讲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啦 所以因此后来佩君出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比较的琢磨大概还是议题 你看他就一波一波的议题攻防出来嘛 那当然其实比较有趣是第一波的议题 第一波议题就是他有那四个保证 对 那段时间很有趣 他四个保证出来以后 其实我身边就有一些人很紧张 然后就开始跟我讲说 你要回应他你要回应他 然后我就说可是我 他没有点名 他没有点名我 我说怎么回应呢 我说你虽然怎么看很多人觉得他说是我 但是你不能用你的感觉说他说是我 对因为他确实没有点名 他没有点名嘛 但后来等到佩君两天后他点名说 希望我能回应他四个保证 那我想因为我也很尊重佩君 所以他点名之后就说那我就要回应了 所以我就回了他 那回了他其实我也认为说 有时候很多事情不一定要从负面的角度去看 你也可以去想说事实上他还去提点了一些 可能我接下来选战不管初选大选该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就说他的一些意见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尊重跟祝福 那我现在心态就是说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如果有人对我一些意见的话 那你就抱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免这个态度 那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反而可以迎刃而解 那后来你看讲完之后 其实后来就没什么事情了 那就是等于是各自在各自的一个努力的场域 兄弟登山 兄妹登山各自努力 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状况 那至少像我自己基本上大部分心事 现在真的是埋在大安区的拜访里面 那如果说呢 这个你成功的胜出了初选之后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去跟佩军 再做后续的整合跟协调 当然一定会需要佩军的帮忙 但是我觉得这个阶段先不用提这些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阶段终究 大家都还是在所谓的某种程度竞争的立场上 对 还在竞争 对 那竞争立场上的话 就先不预设谁会赢谁会输 那他很努力 那我也很努力 那最后就关键还是由选民来决定说 到底谁他们是值得托付的一个未来的立法委员 那我当然对我自己是有自信 但是这个自信不是我说的算 这自信还是由选民来去评断 所以就是努力的跑 所以真正的这个我们佩军不算是你的对手 只算是说我们党内的这个初选的同志 可是呢真正的对手啊 有的人已经出来 像是时代力量的王婉玉 他要参战了 这个就算是我们国民党的对手了 还有就是呢 到底这个文山或是大安 会不会有其中一个地方 民进党去礼让苗博雅 或者是这个减书培会不会在文山 在这个文山那边参战 跟我们今天大安没关系 但王婉玉跟如果是苗博雅 这两位的话 你怎么看 假设说他们最后出现在大安区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因应 其实第一个啦 就是说事实上我必须讲 以绿营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是在地议员 所以我们对于大家的状况会比较了解 以绿营来讲的话 必须说选民服务的做的最扎实是减书培 所以减书培基本上基层实力 应该是强过苗博雅 那也跟强过王婉玉 然后也强过范云跟谢佩芬 但是呢基本上以议题能力来讲的话 事实上可能苗博雅的议题能力就最好的 那王婉玉的话不明显 不明显 那当然他国会有一些问证知名度也高 所以坦白讲我觉得各善盛场 但是我倒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可以跟巧新分享 因为我也当然我会观察说他们的动向 说他们动向我也蛮密切观 因为有可能是未来的对手 我发现每个人的起手势 一定会提到一个人 你 就是我 你这边 我也会这样 我这边在选的时候 不管是许淑华或是洪建毅 我都一定非提到我不可 不晓得为什么 很奇怪 我觉得某种程度 应该我们可以稍微欣慰一点 你至少被看得起 真的 就比如说他们第一天要参选登记的起头 你就要先骂我两句 一定要先做这个事 你像那个谁 那个苗博雅每次出来讲他要参选 一定会点到我 难道你要让罗志强当选吗 对对对 难道你要让罗志强当选吗 他这么差劲的人 类似的 几乎都是这样子 我这边也是 难道你要让徐晓华当选吗 好像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